是肩肘腕 肩肘腕 落下去 肩肘腕折下去 他沒落 這樣懂嗎 落 再來 落 還是不好 再來 走 你的手 手肘是彎 彎你沒落 你看你是彎 有沒有 你的手肘 不要這個 東西要去很仔細的 體會 你看他的肘 到這個地方 他的肘肘肘肘是這樣的 他是 這是彎 你看這是彎走 看? 當我做這個 我用膝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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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做這個 不是的 是在這邊起來以後 這邊起來以後 一起落 是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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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這樣子 你看我這樣做 我這樣做 我是不用走 我是不用走在做 這樣做是用走做 我是這樣做 這樣子 是落 我是鬆落 我不是用走 不是用走在做 這樣懂 懂嗎? 所以我這個手在這個地方 我這個手在那邊起來 起來到這個位置 當我肩肘腕一起落的時候 我的肩肘腕落 這邊並沒有變了 你看 我在這邊 先走腕路 他還在這邊 只是我講的直線 比較多直線 沉醉下來變成曲線 所以我拉回來是因為什麼 我更醉 沉醉到這邊 而不是這個 你們看 我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們能看得出來嗎 這個是用走 這是用彎走 用曲走來做 可以 你們可以看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嗎 這個是曲走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我是用曲走 曲 曲膝在做的 落 是這樣子 落 這個是落 這個是落 你們能看出那個差別嗎 你們能看出那個差別嗎 我做比較快的話 這個是落 這個是曲 這個是曲走 曲膝 曲走 曲膝 做是這個樣子的 你可以看得出來嗎 可以嗎 這個要分辨得很清楚 所以太極拳裡面在動的時候 我常說是一落 一落就走了 那個式是一落就變了 一落 一落就變了 你才可以保持到你的關節都是鬆 都是鬆開的 你如果一個動作 你是用你的關節本身在做的時候 那個時候已經沒有鬆了 那是用跨嗎 因為跨在什麼 跨腰肩走腕 一起落 一起落 就是說 它本身就是重重重的嘛 是不是 它本身就是重的嘛 只是我這個起來 假如說這 假如這是一個浪 我在這邊 這是一個浪 浪 把它拖起來了 浪拖起來 浪走了 知道嗎 浪拖起來 浪走了 你們看那個海邊 你看那個沙灘嘛 沙灘那個水 是不是這樣子 它去回 它的去跟回 是什麼讓它去 什麼讓它回 回呢 就是海水的那個泳 或者浪 浪嘛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它去 所以它去 它往沙灘推 那個水往沙灘推 推到多遠呢 推到多遠 推到那個浪的力量進了 或者那個泳的力量到了 到那邊 一到那邊的時候呢 潮溪或者那個浪 或者那個浪 往回走了 它往回溪 那個水又回 回去了 所以它是一個 它是由後面 由後面一個自然而完整的力量 不是那個水自己在做決定的 同樣的我們在太極拳在動的時候 你要這樣子來看 來感覺 感覺你的身體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浪 這些東西都是浪 飄在上面 都是浪 泳在哪裡 泳在哪裡 就是從你的腿 裡面的那個力 起來 裡面的那個力量 知道嗎 你們多想想看 如果海邊 那個有一艘船 有一艘小船 在那邊的話 你想想看那個船是怎麼動的 那個船是怎麼動的 就是這樣子 所以 船自己不要動 你不要自己這樣動 自己這樣動 你讓浪來推的時候 那個浪把你推起來的時候 船的重量還是往下沉 這樣懂嗎 除非那個浪的力量 大於那個船的重量 它就把那個船拋起來了 這樣有沒有懂 否則為什麼那個軍艦或者貨輪 當浪大的時候 為什麼感覺到它好像要 好像沉下去呢 為什麼那個浪會超過船 那個水面會超過船 這樣子 因為那個船的重量是往下沉 如果是一夜偏舟的話 如果是一個很輕的船的話 它就那個浪就不會超過它 那個浪就一直在它的船 船底 是不是這樣子 那個船就永遠在水面上面 你們想想看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去掌握到那個 掌握到那個感覺 所以掌握到你練得越沉越沉 你在動的時候 又感覺到那個是幾萬噸的船 在那個水面 所以浪在走 可是我那個船的那個沉的那個力 那個力量還是很大很穩 很穩在那邊 這樣懂嗎 對 好再來 好再來